大家好,我是宇木 現在是2014年8月27號 我吃了一支雙麒麟 因為最近便利商店都在主打雙麒麟的各種口味 很多年沒有吃了,想到小時候也曾經吃過,特別懷念 我想每個人心裡面都會有一些對於過去的懷念 但他沒有消失,他還是一直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當你在遇見他的時候,會特別有感覺 好,這篇現在開始了 雙麒麟 我家巷子裡的超市和便利商店 相繼推出了典型的夏季商品 雙麒麟 耳聞路人如此說道 暑假都快結束了,現在才推出,能賣多久呢? 我心想,或許時間晚了,的確是賣不久 也或許可以再賣上一段時間 因為這年頭連12月都會有颱風 天曉得夏天會熱多久呢? 我買了一支綜合口味,果然名符其實,吃出五味雜陳 在我的記憶裡,雙麒麟這個美味的冰品死過一次 我小時候愛吃,而且懷著鐵味 腸胃非常好,那時候 不管先前吃了什麼熱食 只要在街上看見雙麒麟的 立體塑膠招牌 裡面有個燈會發光 我馬上可以 就立刻買一支來吃 現在的我 既敢隨性就唱一段冰與火之歌 不行,那太危險了 過了不久,雙麒麟出現了巨無霸尺寸 拿在街上走 一邊走一邊吃 是不太好看啦,可是還蠻威風的 因為它很大一隻 而且巨無霸冰淇淋出現的地方 地上很容易看見巨無霸斷裂的手腳 隨處一抹白 因為口味啦,可能顏色會不一樣 一抹這個顏色,一抹那個顏色的 滿地都是 有點髒亂 而攤販們的腦筋轉得很快 很快的就出現變形巨無霸的雙麒麟 也就是擠壓雙麒麟的時候 最後一把手帶巧勁 把雙麒麟的身體拉長 等於是把它變成雙麒麟塔 應該就是從雙麒麟塔變成雙麒麟劍 像寶劍一樣 當然他們不會因此算便宜一點 不過雖然看起來高度一樣,一樣威風 但說白了它其實變得比較苗條 還是很好吃 後來雙麒麟死了 不是因為苗條死了 而是像旅途中的過客 認得卻不是得 雙麒麟不再那麼相傳 吃到最後甚至可以吃出透明的小碎冰 被加了過多的水 我對她的那份濃情也漸漸稀釋 下了心頭 而她的影子漸漸消逝 離開街頭 所以說雙麒麟死過一次 而現在呢 雙麒麟復活 想不起來中間隔了多少年 肯定有好一段時間 因為東西在心裡死過一次 時間隔太短 往往壞的印象還會在 而這個時間夠長 所以我幾乎已經不太記得 當年雙麒麟有被稀釋過的感覺 只是很明確地感受到現在 再次出現在 隨處都可以買得到的便利商店 非常的香濃 嗯 只有相存 沒有稀釋 雖然不再是當年的價格 卻是當年的滋味 她就像是重新愛上同一個人 而每一個吻 都是熟悉與新鮮 不可思議啊